日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两只大熊猫华岩和张梦 在乌龙和套坪野化培训基地接受为期两年左右的野化培训后 即将正式放归到四川粒子坪自然保护区 我们能否通过大熊猫佩戴的项圈及时跟踪 收集到它们的相关信息呢 通过这个项圈,我们在放归以后 我们可以了解它的活动情况,它的活动区域 它到底去了去什么地方 它的每天,它的活动范围有多远 它活动区域有多大 然后我们都可以对它先了解 这一块是它的电池和它的GPS接收装置和储存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装置 叫陀螺装置 就是我们给它设定了一个时间 因为我们放归的熊猫它是压层体熊猫 它会长的 这个脖子会逐渐地长大 如果长时间给它配戴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会对它生产发育有影响 所以如果我们到一定时间以后 它这个会自动脱落 这个项圈就会从身上掉下来 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熊猫的生产发育 项圈装熊猫皮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皮子 这个做是防止 在熊猫佩戴这个过程当中 磨损它的颈部 因为以前我们发生过这种情况 在野化培训的时候 这个妈妈戴这个的话 它长期磨损 就对于这个皮肤是很不好的 这样加了这个皮以后 就可以减少对它的磨损 比如说它放到野外去之后 多长时间换这个项圈呢 我们一般是一年 一年时间就可以换这个项圈 每次给它定这个时间 比如说两个小时一次 或者四个小时一次 或者八个小时一次 这个根据我们使用的频率 如果使用频率越高的话 这个项圈呢 这个寿命就越短 如果是要它 就是使用寿命厂 就要加大这个重量 就是相对于把电池增加 但这样的话 就对我们的熊猫的影响很大 在野外这个项圈脱落了怎么办呢 脱落以后 我们会根据它这个信号 我们去把它找回来 找回来实际上这里面 有出生了大量的熊猫的 活动的信息 我们可以把它找回来 同时它这个我们 这个项圈我们会定时的 去接收它的 发回来的信息 对我们跟踪熊猫 追踪这个犯规的大熊猫 是非常重要的